大家一齊双手合手 我们首先三清佛学 法师念一句 大家跟着念一句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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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高兴佛 好 大家早上好 今天很高兴又再次来到正会 跟大家一起分修佛法 又很难得的大家愿意 选择一个七色情日节 和法师一起过 感觉很开心 首先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也是 首先花点时间来说明一下 今次的主题 今次的系列讲座 主要是取材之 印尊法师成佛之道 里面所提示的三种佛教修行次第 这三种修行次第 主要是针对不同 和发心的众生而设计的 所以这三种不同的修行次第 分别是由最下的一个 为发真上身心的众生而设计的法门 又为了发出来中间发出来心的众生而设计的法门 所以今次我因应这三种不同的修行次第 安排三场不同的主题的讲座 这三场主题的讲座分别是 第一场的《燕落后夜落佛陀对在家人的说法》 还有今天这场的《烈盘解脱落佛陀所说的出世间法》 还有第三场《非至究竟落佛陀所说的入世间法》 安排这三个不同的主题的讲座 所以如果大家三眼一看的话 大家会发觉 为什么这三场的主题 这三场讲座的主题 这么不对称 有点不对称 所以按照道理来说 如果是要按照第一场主题明明的方式 第二场和第三场的副题应该是 《烈盘解脱落佛陀对出家人的说法》 还有第三场《非至究竟落佛陀对屠杀的说法》 但如果要按照后两场的形式 第一场的副题应该是《燕落后夜落》 《非至究竟落佛陀所说的世间法》 对吧 所以为什么这三场主题会有点不对称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一个因为是这个一开始的计划 其实我本来只是打算讲一场 就是第一场的《烈盘后夜落佛陀对出家人的说法》 所以因为设计第一场的时候 没有打算有第二第三场 所以有这样不对称出现 第二个原因是 为什么我不严重第一场的明明方式 去到第二场第三场呢 主要是因为 虽然第一场它的主题 有它的善口之处 就是它的主题 它的听众很明确 因为知道 尼正回听的听众主要是在家人 所以定名为佛陀对在家人的说法 希望整理一些经典之中佛陀对在家人的说法 接着可以吸引这些在家人的文化 但是同时之间 它有这样的定名 也有它不圆满之处 不圆满的地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定名 会被人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呢 就是以为佛陀对着在家人的说法 只是牵涉到这个《烈落后夜落》 就是说 会被人以为佛陀对着在家人 甚至是说的慈戒、布施、金钱管理 夫妻婆式关系等等这些角度 但是 但是事实上 事实上是否这样的呢 事实上是否这样的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佛陀对着在家人永远是主要是说这些 《烈落后夜落》的主题的话 这样 在家人 怎样会有解脱和出街的奇迹 永远只是说他们怎样经营家庭 怎样管理财富 怎样在家人 怎样会想有解脱和出街的奇迹 这样的想法 所以很明显的不是如此 根据一位佛教研究学者 John Kelly的研究 他针对初期佛教经典 主要是以巴黎尼卡尔为主 他针对巴黎尼卡尔 当中所有佛陀对着家人的说法 他就作出这样的整理 怎样整理就像图片铰匙那样 他研究了所有在巴黎尼卡尔经典里面 佛陀对着家人的说法 然后整理出以上的表格 所以可以从这个表格看得出佛陀对着家人的说法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目的 就是最左边的三个目的 第一就是上一场所讲的二落后翼落 第二就是解脱 第三个 因为不明确 很难不归于第一类 又不归于第二类 又很难整理出第三类 不明确是占少数的 所以主要佛陀对着家人的说法 就是在家人的目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希望在家人得到 现落后翼落 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在家人得到解脱 所以我们以这个总数来说 我们看到佛陀对着家人的说法 就是现落后翼落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总数是多少 在所有列卡里面是占 所有对着家人的说法 当中的184集经典 占总数的47%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最多的部分 所以佛陀对着家人 虽然很大部分都是说现落后翼落的部分 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现落后翼落的部分之外 佛陀对着家人也有很多情况 都跟在家人说解脱的法门 比例佔了多少呢 是所有当中的138集 所以总共有35%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总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可以看到 如果在家人想了解现落后翼落的部分 哪个尼卡尼是说得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增字簿 就是这个增字簿 佔了60% 佛陀 这种种经典之中 这种种巴利尼卡尼的经典之中 记载最多佛陀 就是说现落后翼落的主题的经典 就收到这个增字簿当中 佔了6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学者很容忍 他就很关心佛陀对在家人的处法 所以这篇论文主题就是整理 主要是整理这个佛陀对在家人的教导 就是佛陀对在家人的一种教导 整理了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陀 虽然很大部分都是跟在家人讲 这个现落后翼落的主题 但是讲解脱的法都是不少的 不少的部分 另外如果我们依照这个论点来说 依照这个论点的记载 其实在家人都可以证到 初果乃至三果的这种果位 所以在家人都可以证到初果乃至三果 所以佛陀讲这个出世间法 和佛陀讲这个解脱法的对象 其实就不是只限于出家人的 所以这个都同样包括了佛陀的在家弟子 所以讲解脱的法门 都是包括了佛陀的在家弟子 所以为什么这次第二场 就没有严用第一场这样的定名方式 就没有定名为 涅槃解脱落佛陀对出家人的说法 就没有严用第一场的明明方式 另一方面为什么不用 都是有点担心 如果我定名为涅槃解脱落佛陀对出家人的说法 最后只有法师一位听众的话 这样的场面就有点尴尬了 以为佛陀这个主题是讲的出家人听 所以只有法师一个人来 那就很尴尬了 所以就没有用这样的定名方式 所以无论如何 对于这个解脱的目标来说 无论在家和出家 都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但是如果有些人对于这些在家中 对于这个解脱法门有些抗拒 就是怕学完之后 就会变成我们出家人一样 永远都穿着一套衣服 头发要剃很短 这样的顾虑的话 也不用担心了 我们也可以抱着一个好奇心 去好好地研究和探讨一下 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做 所以关于佛陀讲出世间法的意义 我们就可以从佛陀一生的故事当中 就可以活得一个很明确的启示 众所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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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出家之前 是贵惟一位太子 他是一个 家庇罗维国 的王位 唯一合法继承人 基本上 当时佛陀就是 就是 悉达多太子 众所称之 他是含着金锁是 金锁是出世的 所以他享受着世间的一切 榮华富贵 一人之上万人之下 衣食无忧 所以为什么他最终 要放弃荣华富贵 就好像 以一般人所说的 为何他会放弃这些荣华富贵 究竟他是受到什么刺激 他是受到什么刺激而作出如此的决定 要去出家学道放弃这个王位 放弃这个王位继承 所以关于这个佛陀传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耳熟能长的 应该都会背 很熟悉的 所以以下就不在这里再聚熟 不再和大家聚熟 不过就是想通过以下 以下就想和大家分享一首 一首由马来西亚人作词作曲的MV 来帮大家回顾一下佛陀 由出家 求道到成佛的一生 这首佛曲是个人很喜欢的佛曲之一 其实马来西亚有个特点 在佛教的圈子当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马来西亚当地创造了很多 很优美和意义深刻的佛曲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其中之一 如果大家之后有机会的话 都可以多点了解一下 马来西亚所作的佛曲 真是陪伴了我很多难忘的童年 所以这首佛曲的名字叫做国务 作词作曲者都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这个MV 就是通过剪接一套国际电影叫做 Lither Buddha 小活佛 小活佛 异性 所以这个MV不是马来西亚人自己拍出来的 但是 剪接这部MV 完全像咖啡和奶精一样 完全配合得 天衣无缝 所以以下 用接下来的三分钟时间 我们好好欣赏一下 这个佛曲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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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无聊 却了 明星光辉下展现 圆满的智慧 明星光辉下展现 圆满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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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刚才的一首佛曲和MV 和大家回顾一下 和大家回顾一下 整个佛堂由出家求道到成佛的整个过程 所以就如佛堂传所显示的 和这则佛说无上经所提示我们的一样 为何佛堂当初想打算放弃他所享受的一切 圆满的智慧 而出家 就是因为 就像这部经段所讲的 有三种法 与世间 与诸世间 是不可爱 不光雅 不可念 不称义 何者为三 就是老病死 就是因为老病死这三种法 是世间人人都不喜欢 人人都不喜欢 所以 照下来佛堂说 如果老病死 世间无者 如来 应 真等觉 不出于世 为诸众生 所说 所正法 和调伏事 如果这个世间没有老病死这三种法 这三种法 就不会出现于世 和世间的众生 说他所正到的法门 和调伏事 什么调伏事 就是种种修行的法门 因为种种修行的法门 不外乎 就是作出种种的调整 调整什么呢 我们有调身 调息 调心 调饮食 调睡眠 整个修行的种种法门 就是不断的调整 调我们的身体 调我们的心 调饮食 调睡眠等等 为何做出调整呢 不外乎就是 通过调整 要去调伏 调伏 调伏 我们种种的集气和烦恼 所以 在这部经典点出了 佛陀出源于这个世间 他真正的原因 就是这个老病死了 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 这部佛说《无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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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很优美和特别之处 就是 他用了很多的 计重的方式 简单而直接地显示 和我们显示世间的种种 不缘满和苦的地方 接下来 由于这个个人 广东话能力有限的关题 所以我们由请法师 来到 帮我们读出一部 这个继续 然后呢 我们就一起好好学习一下 这部经典 这部愚异深刻的经典 所带出来的这种动力 好 我们麻烦 香港法师 《无常经》 佛说《无常经》 《生借皆归死》 《容颜尽天衰》 《强力静所侵》 《无能言施者》 继续的第一段 就说到 我们所有众生 生命 一定都必须面对死亡 所以在未面对死亡之前 通常我们还要经历什么呢 经历怒 经历身体出现很多的皱纹 皮肤开始松弛 已经不在 那么美丽动人 那么英俊瀟灑 这些过程 未死之前都要面对的 老化病 所以在死的阶段之前 我们还要面对很多大小疾病 无数次 所以这些老病死 是每个人都无能幸免的 假使妙高山 月尘皆坏散 大海深无底 亦服皆夫妾 大地及日月 时至皆归尽 未曾有一事 不被无常恨 所以从第一个解决 我们知道 人类看来是非常脆弱 不可靠 不劳靠 但是看上来非常实正 非常实正 非常红位的高山 身不可測的大海 同样都是避不开个坏山 枯杰的一天 所以同样地 看起来很硬正 大山 看起来很宏伟的日月 等等 都是面不去无常的一种并吞 所以世间的种种 没有一样东西 是可以避开个无常的法则 上次非上处 下次转轮和 七步赠除身 千子常围绕 如其受命迅 须如不暂停 滑飘死亡中 随缘受众虎 这两则记重说到 世间一切可以达到的美好境界 例如禅定的最高处 就是飞飞飞上天 乃至可以统领世界的转伦圣王 这个转伦圣王 虽然统领世界的权力非常之大 又有很多的千子上围绕 很多的妻儿子女围绕着他 世界又归他所管 但是一旦寿命尽的时候 他一刻都无法停留 所以在世间的联媒当中 是非常痛苦的 就算很坚硬 看起来很实际的东西 和世间可以达到的美好境界 都无法离开无常的法则 循环三界内犹如吸井轮 亦如蚕作简,布施还致前 这个记重说到三界论会的情况 就好像吸井轮 什么是吸井轮呢? 就是股市装在井上的打水轮 一个轮,然后绑着木桶 然后你掉木桶进去,不断转来转去 就好像这个轮 始终在旋转当中,没有停过 又好像绑向轮的桶一样 上上落落 又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残 残 就好像残一样 残如何呢? 残他作什么呢? 残 残作简 残作简 吐施还致前 其实都不用那么辛苦 因如残作简,吐施还之残 又好像这个残 他如何呢? 他套尸 他套尸的尸 就会残住自己 搞到自己很不自在 搞到自己很不自由 自己套尸的尸 潜伏着自己 就好像我们世间的人一样 被我们自己的慕名 外染所缩薄 所缩绕不得出来 就好像这个残作简一样 无常诸世尊,独觉声闻众 尚舍无常生,何待于法枯 所以,至高无常的佛陀世尊 以及他得道的缘觉 就是辟知佛 和阿罗汉 虽然他们得了道 他们成了无常的佛道 最终都要写他这个无常的身 何况我们凡夫呢? 父母及妻子,兄弟并眷属 目观生死格,云何不神滩? 所以在这个无常的世间 因为这个无常法则的缘故 我们一世当中 始终都要面对什么呢? 面对着这个至亲 就是父母、妻子、丈夫 兄弟子女的一种离去 所以看到在这个世间 这些至亲和爱的一种亲人的离去 生死相隔的一种痛苦 我们看到这些情况 如何不感到这个伤心和难过呢? 事故劝诸人,毕庭真实法 奉舍无常处,当行不死命 佛法如今路,随热得清凉 一心应善庭,能灭诸法老 佛陀就是看到这些无常的法则 和世间的种种痛苦 所以他就劝我们世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第二厅真实法 一起来,一起学习这个真实的法门 为了什么呢? 为了写这个无常处,当行不死门 以前在故事的印度 其实看到这个无常的痛苦 不止是佛陀一位 所以很多出家求道的 不止是佛陀的三门生团 还有很多外道都一起 看到这个无常的痛苦 而想找一个终极目的 达到这个终极目标 什么是大家的终极目标呢? 就是一个不死门 但是求道的人很多 得道的人很少 所以佛陀就是 如实地得到 走到这个不死门 所以佛陀所说的法 就像金路一样 可以真的可以随烈 得清凉 就像金路可以随着我们 烦恼那种痛苦 所以佛陀就劝世人 可以一心去聆听 学习佛陀所说的法门 希望大家都可以灭掉 所有种种的烦恼 在这辑经是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讲四圣帝的时候 四圣帝 虎帝的时候 都会以四虎 和八虎来显示 什么四虎呢? 就是生老病死 什么八虎呢? 就是生老病死之外 加一个求不得 愿证会 求不得愿证会 就是埃别里 埃别里 埃别里 和无冤死生 我清楚大家 应该很明白 所以当我们讲到 四圣帝的虎 通常都会以四虎 和八虎来显示 但是 就像这辑经典所显示 一般 是不是这四虎 或者这八虎 才是虎 如此相反的就是 下落呢? 是不是说 我们还年轻 未有老虎 未有病虎 更加未有死虎 的时候 我们就先不用学佛 或者 如果我们家庭很完整 没有爱避烈虎 或者 我们很有钱 世间上 没有东西是卖不到的 没有求不得苦 没有这种种种的苦 我们就不用学佛 等真是 家道庄落 或者是老病 才来学佛 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佛陀所看到的 佛陀所看到的 不是只是老病死的这个现象 他看到的什么呢? 是老病死背后的一种法刺 所以不是老病死才是苦 是老病死 显示出来背后的一种法刺 什么是老病死 显示出来的一种法刺呢? 就是无常 就是无常 所以 从佛陀传这个故事 就可以 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 当时 这个释达多太子 看到老病死的现象之后 他就闻开 他就去问他的车腻 他的车夫 他的车夫的名字叫车腻 他就问他的车腻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 他问了这个车腻什么 什么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看到老病死之后 他就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 他会老 他们会老 我会不会老 他们会病 我会不会病 他们会死 我会不会死 当然 你问他父皇一样 也可以同样的效果 所以 他看到的不是老病死才是苦 虽然他现在很年轻 他没有这种苦 但他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种无常的法则 他问他会老 那我是不是一样会老 他会病 那我是不是一样会病 车腻就很如实地回答他 很如实地回答他 太子 你也会病 不止你 每一个人都会病 不止你会老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老和死 所以在经典之中 说这个老病死 不只是说这个老病死 所以经典 为什么要形容这个老病死 他就说是 Everyone is subject to cannot escape from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 不可以避免老病死 不是老病死 就是苦 是每个人都subject to cannot escape from 每个人都会经历 必都要经历 和不可以避免老病死 只是真正苦的原因 所以简而言之 经典话的苦 如何去解释这个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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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苦 就是无常即苦 不撐之苦 所以苦弟所显示的 不是只是这种老病死的痛苦 而是说世间的种种 都离不开这个无常的法则 所以四方的佛教研究 如何去定义这个苦 如何去定义这个苦 翻译的时候会用什么词眼呢 他们就会对这个苦 他们就会翻译为这个 unsatisfactoriness unsatisfactoriness 就是不圆满不究竟 这个世间是不圆满不究竟 为什么呢 因为 为什么说不圆满不究竟 就算这个世间 你有多大的成就都好 这个都是不圆满不究竟的 因为它都会有淮散 会有失去的一日 所以这个世间 你如何努力如何去追求都好 所得到的都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果 所以叫做unsatisfactoriness 所以苦我们可以怎样了解呢 可以了解为这个不圆满不究竟 所以佛教研究到这个世间的不圆满不究竟 不扭靠 不劳靠 我也觉得有些问题 不劳靠 所以看到这个世间的没有保障 所以就决定了出家修行这条路 另外我们再回到这部佛说慕尚经 这部佛说慕尚经 其实在佛教的历史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很重要的意义呢 就是根据这个 伊精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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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精法师的一个南海既归来法转 根据这部著作 这个伊精法师 都是翻译佛说慕尚经的译者 除此之外 根据这个伊精法师的南海既归来法转 伊精法师 他是唐朝 当时古中国去西方求法的三大法师之一 哪三大法师 伊精 还有什么 大家所熟悉的 是原装 还有一位 这位答了就很厉害了 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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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转大使 就是中国去印度求法的三大法师 伊精 他出名之处就是 他都经历了很多波折和波纳 去到印度求法 听说 他去印度求法 和原装法师不同之处在哪里 原装法师是去之前 原装法师是如何去到西印度的呢 陆路 就是通过丝绸之路 这个伊精法师就通过海路 所以叫做南海 他就经过南海去到印度 听说他去到印度 通过海路去到印度的过程 当中在海上都经过了60天 60天在海飘行才到印度 这部南海既归内法转 就是这个伊精法师 记录在印度学习这十多年 这个时间有关佛教 在印度实践的情况 主要是戒律的实践情况 就是当时印度的法师是如何去修持这个戒律 是如何行持这个戒律 以及他们的寺廟生活的一种状况 这种记录 他就比较关心这两大方面 因为很多时候传到来中原的 都是一种文资上的具在 他就很想亲自去看到当时印度的生脱戒律 是如何去行持的 希望将这方面的知识传导给中国 所以这本《南海既归内法转》 主要是记录戒律和寺院生活的情况 所以怎样叫记归呢 就是他们是记回去的 他写完之后记回去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其中的记载 这个记载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有法师 当有法师 这里叫做比丘 就是一个法师的称呼 当有法师一个比丘 在忘生的时候 他们会如何处理这个忘生的法师呢 这个就是记载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以前在印度 疑症法师看到的情况是如何 他说医佛教 医佛教 有法师死亡 当人们可以确定 他已经死了 已经忘生了 他们会如何 他就会当日如向消处 当日搬这个法师去到焚烧场 焚烧的地方 随即以火焚烧之 当日就处理了 没有摆棺三日七日的传统 当日确定他死了 当日就搬到这个焚烧的地方 当日就火化了 然后呢 当消之时 当消之时 亲友咸脆 就是当要消的时候 聚集法师的亲友 他的导友 和他在家的亲人 来到他的身边 他们就在这个 忘生者周围坐住 如何坐呢 记录都很详细 可以结草围坐 旁边的草 作为他的坐位 或者 铸土坐台 堆的头 堆得好像台 坐在上面 或者如何呢 自食 坐在石头上 而冲作乌 接着如何呢 关键来就是 令依 令一能者 中 无常经 之后的仪式是如何开始的呢 邀请一位 可以背诀 这个无常经的法师 来背诀 这个无常经 半子或者一子 烏拎脾 就是说 这个无常经 有三大部分 大家之后可以看梦常经 有三大部分 所以 不一定要熟 完全熟 可以看时间 如果时间 不允许的话 就半字 时间容许就一字 总之 这个原则就是 烏拎脾脚 不要弄到的仪式太过 太过 累赘 很累赘 很花时间 不要令到法师很累 都不会令到参加者很累 之后 最后 证完这个无常经 大家就如何呢 去到这个忘心者的身边 和他说什么呢 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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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画面是这样 不知道是否这样 我散开之前 我看电影 西方有放着白花 在棺木上 离开 可能这个就是印度的情况 要离开之前 去到那个忘心者前面 说无常 然后离开 应该是这样 我想到画面 这样的古事 当时印度的一个处理 这个忘心者的方式 和现在我们汉传佛教 有一些差异之处 有些差异之处 就是目前我们汉传的 葬礼意识 目前现在汉传的殡仪 和葬礼意识 通常主要是请法师来 替这个望者念什么呢 念阿弥陀经 和念佛号 所以 大家今天 难得 和这部经典结完之后 我很建议大家 非常建议大家 可以多些深入和认识这部经典 然后我知道 这个正会的大家 和弥陀静土很相应 特别有缘 所以可以的话 如果大家临终的时候 都可以交代身边的人 特别下一个命令 就是希望 在证这个阿弥陀经之前 都可以证这部佛说 无常经 我想 这两个配套加起来 大家望生西方的可能 更加高 更加配的可能 望生西方 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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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和大家举一个非常贴心的例子 举一个贴心的例子 话说上星期有一天 我就从我挂单的道场 就打车去到另一个道场 要办一场活动 然后途中 跟司机 有谈有谈 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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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一段 跟司机聊天 当时就和司机谈到香港目前的情况 我就问这个司机 听说现在很多人打算移民 他们对加拿大 新加坡 和马来西亚 好像都有很大的兴趣 我就趁机售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听说不错 那些物价 那些物价 那些楼价都很便宜 生活有捨意 那样 接着听完呢 他就跟我说 不是啊 我觉得香港挺好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有移民的想法 因为对我来说 他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地方是比香港更好 那我销售不了 所以同样地 我们在奥美陀经的时候 其实都是销售西方淨土 我们劝别人移民到西方淨土 所以我们怎样说呢 我们说 哇 西方淨土好好的 有什么好呢 这个极乐国土 他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他的池底 秦以金沙煲地 四边街道 金银楼梨 玻璃合成 常有楼隔 亦以金银玻璃流离 赤珠马路而言识之后 这个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书城之处 还有什么呢 还有啊 这个地方 彼国 尚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哭 恐着英雾 赛利加利 加工 公民之鸟 四周中了 周夜六时出河延 时之中了 周夜六时出河 出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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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因延长 五斤五斤五斤七毫提婚 八姓度婚 如是等法 这种种情况就是描述 这个西方极乐各套的美好和输性之处 所以我们俗安眠道景都在推出 这个西方极乐多输性 但如果对西方极乐正统不熟悉的人 或者对西方极乐刚刚听到的概念 他或者会问 哇 这么厉害了 那里的小鸟也会说话 那里的小鸟 那里的小鸟 会不会有时候说一下 是非 八卦 或者是娱乐新闻 那里的那样 那里的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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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没有麻将可以打 或者星期日 和星期三 有些麻将可以打 然后他说 这些是没有的 那里的小鸟 那里的小鸟 那他就说 那他会怎么回答你呢 他一定会说 那我还是不去了 我还是不去了 所以为什么对世间这个无常的认知 对虎的认识是那么重要呢 就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世间的虎 世间的无常 如果还觉得这个世间很可爱 很可爱很顺意 那西方极乐世界有多好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就好像刚才的故事一样 就好像刚才的故事一样 他那里多好 又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世间也不错 我也没有打算去移民 所以为什么对虎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移民成功 如果想移民成功 也要有些深刻 那我们如何加深对虎的认识呢 就是今天这堂课的主族和合心之处 如何加深对虎的认识 一般人一般人所认识的苦 一般人所认识的苦 通常就是苦受的苦 大家对苦的认识是苦痛苦 苦受的苦 就是病了 老了 被人打 被人骂 喵痛 等等才是苦 这是一般人所认识的苦 但是佛陀所说的苦 其实就是不止这个苦受的苦 不止这个苦受的苦 以下就用这个经典和大家一起显示一下 一起分享 以下这个经典说到 有一天 有一位庇佑 他就独自在一处修行 庇佑有一天 独自在一个静处禅修 在禅修过程中 他就想 世尊佛陀平时跟我们说 有三种不同的感受 哪三种不同的感受呢 就是我们有乐愁 快乐的感受 我们又有痛苦的感受 我们还有不苦不乐的感受 就是不是特别开心 又不是特别痛苦 就是不苦不乐 这三种感受 佛陀有时跟我们介绍 感受分三种 但有时候又跟他们说 所有仇都是苦的 所有仇都是苦的 如何去理解两个不同的词词呢 如何去理解两个不同的一种教导呢 他打造的时候 就吹起这样的想法 当时的比丘就很有福报 有问题 不用搞中脑汁 不用查经典 又不用去问大神 直接就起身去问佛陀 就跟佛陀讲了他的疑问 佛陀就跟这个比丘讲了 为什么我说 所有的仇都是苦呢 佛陀讲 因为一个原则 就是 一切行无常故 一切诸行便义法故 说诸受 说诸所有受 解释是苦 就是 我是以一切行无常的原因 一切诸行便义法的原因 而来到说 所有仇都是苦的 什么是一切行 所有因缘合合的事物 他都是无常的 所有因缘合合的事物 他都会变异的 他都会变坏的 他都会消散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 我说所有受都是苦的 好 进一步讲了 所以阿比达摩论书之中 就将这三种受 对应三种不同的苦 来说明这个 诸受皆苦的意义 就用三种苦 对应三种受 来更明显和 清楚地显示 这个诸受皆苦的意义 这三种苦的苦 这三种苦的苦 就是苦苦 坏苦 行苦 后面那个苦 我们就可以 用刚才一开始所说的 不缘缓来到理解 所以有苦的不缘满 有坏的不缘满 还有有行的不缘满 所以这三种不缘满的情况 就对应三种不同的感受 所以对于苦受来说 对于苦受来说 老病死是痛苦的 是不缘满的 不用多说 所以苦是不缘满的 苦受是不缘满的 不用多说 除了心理有些问题的人之外 没有人喜欢被打 没有人喜欢被骂 没有人喜欢受到伤害 所以苦是不缘满的 可以很简单直接理解 但是为什么乐受都是苦的呢 当你家庭缘满 事业顺衰 有种种的快乐 有餐好吃 为什么都是苦的呢 因为他有坏的不缘满 坏苦 他都有坏的不缘满 就是因为所有的乐受 所有的乐受 都是世间的一个法之一 所以他都没有办法 处理这个无上的法则 因为这个无上的法则底下 他必会消散坏满的一日 所以乐受他有坏的不缘满 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乐受 对于乐受 快乐的感受 有多深的执着 有多深的外焰 当他消散的时候 谁知而来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多大的痛苦 和多大的难过 最后就是不苦不乐受 这个不苦不乐受 它有幸苦 什么幸苦呢 这里的幸 只是变化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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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苦 不苦不乐受 有变化的苦 为什么呢 就是一般人来说 都不甘于不苦不乐 当你有不苦不乐受的时候 你在不苦不乐受的状态之下 一般人都不会觉得满足 所以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觉得这个不苦不乐受 是很无聊的 很闷的 所以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就要找很多刺激 一静下来 就想去找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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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静下来 就想去哪里 去逛下 哪里去 逛下 所以一静下来 就想找刺激 找些乐受 来填满 这个不苦不乐受 但是 一当 你不苦不乐受的时候 你又去 想去找乐受 然后乐受 又又坏苦 所以就不断地向循环之中 所以这三组仇都是苦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世间的不圆满 苦 无常 这些法则 世间的无常 苦 这些法则 其实是无论佛陀出不出世 出不出世都是一样的 所以 不是佛陀或者任何人可以改变到的 它是一个真理 所以佛陀的身体都受着无常法则的影响 所以它都会露练的时候都经历一些背痛的痛苦 露的痛苦 以及死的一种身体坏灭的痛苦 所以这个无常是一种世间的真理 不是佛陀或者任何人可以改变 所以这是一个真理 所以这个层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好像这个四圣帝里面 各各 四圣帝 一个一个圣帝 其实它都有对应的任务 苦地 四圣帝大家知道 苦地指地 灭地道地 大家应该很熟悉 所以这个四圣帝 每一个帝都有它对应的任务 所以这个苦地 它对应的任务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这四帝对应的任务就是 知苦端子正灭修道 所以在苦地的第一阶段 我们要做的就是 清楚知道世间的苦 但是我们不是要去改变或者处理苦 我们要处理什么呢 就是第二个帝 是要断掉对无常事物的一种质着 所以在苦的程度 我们就清楚了解到 这个世间的不完满 这个世间的苦 无常事物的质着 所以你解开之后 进一步我们就去端子 端子 为什么要端子呢 为什么要断多种种烦恼呢 因为我们要真灭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这个涅盘 达到涅盘 我们要做到什么呢 就是笑刀 就是最后那把真刀 这个就是四帝它背后 各个帝背后叫做 Task和任务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苦了 什么苦呢 就是无常 就是这个世间的不缘满 这个世间的无常 所以下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谈到这个 断掉苦生起的真正原因 所以其实 导致我们痛苦的真正原因 其实我们应该都知道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 不是无常本身 不是无常本身导致我们痛苦 而是我们对于这个无常事物 的一种執着和外焰 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直接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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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美丽的时候插在这里 但是如果我们看着这个花朵 它因为时间的关系 慢慢开始枯毁 凋零的时候 叶子开始 它开始掉下来了 它开始掉下来了 我们看着这些掉下来的花 掉下来的叶 我们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很难过 会不会有一天看到那些花 哎哟 痛心即手 难过得不得了 哭到吃不到饭 会不会呢 会不会呢 会不会看到那些花掉下来 会拆夜难面 今晚都睡不着 生不如死 会不会呢 一般人不会吧 但是如果今天换着 我们看着我们的自亲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儿子 他们的路 他们的死 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之前所说的情况 就会完全体验在这里 看着他们自亲的离去 我们真的睡不着 吃不安 睡不下 但是 这两种情况 其实都是一种无常的演示 花掉下来都是无常 亲人离去都是无常 为什么这两种无常 对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影响和刺激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对花的执着 没有那么深 但是我们对我们亲人 对我们的自亲 执着是很深 所以 无常是 无常是偏一切的 但是 为什么有慈后的无常 我们不会那么难过那么伤心 有些无常 我们不会那么难过 不会那么伤心 就是这种分别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 似乎都明白 这样的道理 很多人似乎都明白 这样的道理 怎样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尤其佛弟子 很多时候经验 看到人家伤心 看到人家难过的时候 我们都会劝人家 哎呀 你不要执着 你放下 你放下 对吧 尤其佛弟子 看到人家伤心难过 都是这样劝人家 你不要难过 你放下 你不要那么执着 很多人都明白 这样的道理 但是做到的人 真的做到的人 不多 自己 自己都未必做到 我们怎么要求别人 你不要执着 你放下 道理是明白的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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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执着呢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一种 酸葡萄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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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得不到 要不到 所以我们要不执着 所以我们要放下 因为得不到 所以放下 不能执着 但是我们反思一下 我们反思一下 当我们真的得到 要到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想过 要放下 要不执着 所以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得到的时候 我们拥有的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所得到的 所拥有的 充满这种 贪爱和执着 一旦这个 贪爱和执着的事物 它无常起 演形的 先前的时候 无常发现 在这件事物当中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 不伤心那么难过 是吧 所以放下 不执着 不是 就是 冒开的时候 你才要去放下 而去不执着 应该 我们要学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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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和不执着 不是等到失去 才来 去酸葡萄 哎呀酸的不好的 是真的要慢慢 对世间一切的事物 慢慢去学习 减少对他们的贪爱 当它消散幻灭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痛苦 难过 所以 其实放下 不执着 放下 不执着 它是一个结果 它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目标 放下 不执着 是一个结果 是一个目标 是我们要去达成的 是我们要去朝向去学 去达成一个目标 所以它不是一个口号 不是一个咒语 不是不断念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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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执着 它就可以达到 所以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 这个结果 我们就要方法了 所以放下 你可以说是一种 如果做到的话 它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很多时候 是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要方法 去达到这个放下的目标 放下的结果 所以不是靠 不断念就可以了 你放下 你不要斟着 你放下 那它就可以放下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方法 学习一些技巧 去引导别人去放下 去引导自己去放下 去令自己的原意 很坦然地放下 什么方法 什么技巧 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 放下的秘诀 这个放下的秘诀 不要紧 这个放下的秘诀 也是个人一个很贴心的例子 这个很贴心的例子 也可以呼应到佛教的一个动理 来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例子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们去超市市购买的时候 所以说是shopping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广告 广告都做得很漂亮,像这个薯片的广告一样 本来去到supermarket 我都没有打算买薯片 但是一进去 他不断压售我买这个薯片 周围看到也是这个薯片的广告 海报贴到周围 薯片放到周围 好像想不看他都不行,一直看着他 而且那个广告还做得非常吸引 高饱高脆,卡滋卡滋 薄脆爽口 让你蠢齿瘤香,吃到生意 那个市场做得很好 那个镜头真的脆到你看 薄薄脆的 还有很多的鞭皮 还有很多的图片 做得很漂亮,令到你很想买 看到这些薯片 广告又销售得这么好 又那么微微 我们就有想卖的冲动 所以如果大家想卖的冲动 想有卖的冲动的时候 大家想会怎样呢? 我常常在买东西之前 我都会拿起来 扔回来看一看 就像薯片一样 想要卖的冲动之前 我都会拿起来 拎回来看一看 那我看到什么呢? 就看到 一开始很想买很想吃 看到这么多很吸引的宣传 就很想买来吃 但是一轮转 看到什么呢? 看到的配料 那些配料有什么呢? 马铃薯 植物油更好些 还有什么 最恐怖的看到的什么呢? 酵母提臭物 酸水解植物蛋白调味 跟着什么 毒都毒不出的 麦芽糊精 酸处理淀粉 酿造石醋大蒜粉 柠檬酸 苹果酸 阿斯巴甜 寒粉 环уб 预寒 全体 Fall 取消钥块 所以很多时候 这个就是我个人購物的一种 很贴实的一种情况 很多时候我推着车进去都推着车出来的 想买一拿起来一转一转 哇ABCDE那些很多 读都读不出的我最怕的 什么震华GL 什么震卫G AB013EC 那些一见到 所以很多时候去超级市场都是 看着车进去 再看着车出来 赚到什么呢 赚到吹到冷气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 可以放下的秘诀 为什么我们可以放下 是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不圆满 看到它的不圆满之处 所以我们放下 所以对世间的放下 不是一种催眠 不是催眠自己 要放要放要放 是一种很 智慧的一种 很自然的一种效果 当你看到这种世间的不圆满 不究竟的时候 放下是很直接的 就好像 就像一个薯片一样 为什么会拿起呢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很微微的一面 卡子卡子 高爆高吹 吃刀 蠢齿留香 吃刀生炎 为什么当初想卖 当初想拥有 就是看到很多很美好的一面 但是为什么最后会放下呢 就是看到 美好一面背后的一种真正的实相 什么实相呢 就是它的材料 它的材料有什么呢 所以 从营养学的角度 总之读不出东西 你不要买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想 我们要吃食物 不要吃食品 世间事物 都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对应到佛陀所说的一种 对于世间 对于世间那些事物 我们要做到的一种 教导是怎么样呢 对应到佛陀的一种教导 就是 自慰 自患 自处理 自眉 自滑 不是卡子卡子的自眉 自道的自 自慰 自处理 怎样处理呢 第一 我们知道的美 什么美呢 就是一世间 那些事物 带给我们一种 效果 这种美是怎么样呢 什么世间事物的美呢 就是 它有美好一面 它会为我们带来乐售 但这些乐售 它还有很多的反效果 什么反效果呢 就是很多的乐售 很容易令我们执着 很容易令我们 波进去 出不了力 所以 这些就是这个世间 种种的 威 它会令我们执着 令我们会 很痛苦 这种执着呢 这种执着呢 就令到我们自欢 我们知道 一执着之后 有什么过患呢 当一执着之后 有什么过患呢 有过患之后 我们就是日思夜想 日思夜想就是其他一个过患 令到我们 日思夜想很放不下 另外 当我们执着之后 我们就很怕失去 又怕别人来抢 又怕别人来霸佔 所以 人会引起什么问题呢 一是贪 二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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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 我们的痛苦 我们的不开心 我们的难过 是很必然 很自然 很不可避免的 所以看到它的味 看到它的患 我们就知道它出来 同样地 我们知道它的味 虽然它很好吃 但是 这种好吃 有什么过患呢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过患之后 看到它的生意 吃到上瘾 我才不买 吃到上瘾 不是不用吃正餐 吃到上瘾 成瘾要吃 那我们的健康又如何 所以知道它的味 之后 我们知道它的过患 其实 它会带来很多身体不好 所以它 它吃下去 它有它的味道之处 它的这个味道 背后还有很多的过患 会上火 搞到腸胃不息 营养不良 吃不到正餐 一吃不到正餐 营养 营养 失去转行 一吃不到正餐 太太煮得很好的 很用心去煮 但是你没有胃口 又吃不到 又搞到什么呢 家庭纷争 这么辛苦做 你不吃 为什么呢 因为会吃到上瘾的薯片 又搞到家庭崩裂 又搞到家庭纷争 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看到这些过患 我们就说 放下薯片 这个就是放下的秘诀 所以当我们真的放不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生一层想一下 它真的 那么好吗 是不是生活中除了去之外 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追求呢 当我们在一些难过的心中 挂住 放不下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事 都永远将这个不开心的事挂住身 吃东西吃不下 别人跟你说话 你没心意听 总之整个你的生活就崩溃了 但是我们想想一下 你所惯爱的事 是不是真的值得 为它而放弃其他的一切呢 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宝贵呢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宝贵呢 它是不是真的 真的是 你所想从中的这么美好呢 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动力去追求一些事物呢 为什么我们会圆热化这么多的心力 这么多的力气 心力去追求一些事物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美好之处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美好画面 就像很多童话故事 最后一定是Happy Ever After 最后是什么 王子和公主终于相会 之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这样就结束了 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句号 大家就抱着这样的幻想 是不是真的呢 结婚之后有个子女 又要供书教学 又要拉粉钱 柴米油盐酱草茶 子女又过青春期 又要反叛 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所想像的画面 好美好画面之中所忽略了 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放下 我们要真正看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的 所以当我们很认真去看 世间一切的时候 放下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 所以因为佛陀 他真的看到一些事物的真相 所以当他真的用智慧去体验 看到一些世间的真相之后 他根本这种没有放下的烦恼 因为他根本不想提起来 他根本不想提起来 送他都不要 所以那些王位啊 王位那些不是要放下 其实不是真的要放下 送他都不要 给他都不要 因为看到这些不缘满 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种自爱的催眠 或者是一种很多挣扎 是很自然的情况 大家可以去学习的 所以说到这个世间的一种情况 就是梦想 所以为什么佛陀四圣帝 第一帝讲虎帝的时候 就是我们显示这个世间的 种种事物的梦想 或者不缘满之处 所以这个不缘满之处 其实不是造成我们真正的 这个痛苦烦恼的原因 它只是一种 事物运作的一种背后的道理 我们要做的就是进一步 谈到紫一点的时候 就是有清楚的形式之后 有清楚的形式之后 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和处理方式去对待 这些世间的事物 什么是正确的方式 和心态去处理呢 就是这个贪亲痴 就是无爱引起 对他们引起这种贪亲痴 所以说到这个修行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处理的就是 我们这种对世间的事物贪亲痴 所以要处理的 不是外面那些无常的事物 是什么呢 是我们内心对这种外面的事物的 执着和外面的事物 所以问题的根本 想处理的就是我们内心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的认知 其实我觉得是很正面 和对个人来说是很大的意义 当你很明白很清楚知道 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内面的时候 你知道原来 我对问题的处理真的有些把握 因为问题在内面 不是在外面 如果问题在外面的话 你永远都处理不了 如果问题真的在外面的话 你没有办法很圆满地处理到 就好像如果造成你烦恼的原因 是因为股市跌的话 我们要处理股市来升的话 你看多麻烦 我们要公司的整个制度很好 他们有很长远的vision和mission 然后世界各地对他的期望很高 才会卖他的股票 整个月升的话挺麻烦 但是如果问题是解决 我们对于事物的执着 很简单 放下就可以了 这样的认知 对个人来说是很正面 很有力的 所以对于佛教修行的目的 就是要达到裂盘 那什么是裂盘呢 其实裂盘是一个英译词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英译词 音译词 怪不得大家不知道 音译词 音译词 就是他的翻译是翻译的音 不是翻译的意思 就好像大家所知的麦当劳和肯德基 没有意思的 麦当劳和肯德基 其实是翻译的音 裂盘也是一样的 他是翻译到巴黎和梵文的音 巴黎叫做Nibbana 然后梵文是Nibbana Nibbana Nibbana 灭盘 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昔灭 英文叫做Blow out 吹息的意思 为什么用昔灭来代表佛教修行的目的呢 就是说到佛教修行的目的就是昔灭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贪亲痴 为什么去除贪亲痴是用昔灭呢 是因为在早期经典的时候 对于贪亲痴的比喻是 将他比喻为三火 贪亲痴就好像三种火一样 不断地烧着我们 当我们有贪心的时候就好像被火烧着一样 吃不安睡不下 想着他 挂着他 他的一句一动都牵扯着我们的情绪 就好像被火烧着一样 很不自在 所以就用贪亲痴 就比喻为三火 所以对于三火的熄灭就是佛教修行的一个目的 说到这个佛教修行的目的 就是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关于双剑鱼 两个剑的故事 两只剑的故事 有一天有个外道 他就说他就不明白佛教修行有什么那么好的地方 你们佛教有什么很殊性很特别之处 为什么他这样移民呢 因为他说佛陀和一些圣者 他们有苦仇、乐仇、不苦不乐仇 凡夫 他们同样都有苦仇、乐仇、不苦不乐仇 你们圣者和凡夫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他的问题背后有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说 你凡夫 你病的时候 别人打你的时候你都会痛 那你圣者你都会病 佛陀也会病 背脊也会痛 那你修行有什么目的呢 我们病又会痛 你们圣者佛陀也会痛 那么 凡夫和圣者的差别在哪里呢 那么修行有什么利益呢 他就想着 通过你的方法修行之后 他可以长命百岁 百度不侵 所以他明白佛陀的教导修行的意义是什么呢 他就问佛陀了 佛陀就说 这个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 佛陀圣者 经历苦仇的时候 就是人家 就是 拿着棍打一个凡夫 和拿着棍打一个圣者 同样凡夫会痛 圣者都会痛 不是 你成了圣之后 就变成一个木头人 一打之后完全没有反应 凡夫会痛 圣者都会痛 那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就是 圣者 圣者 感觉到身上的痛 之后 不会进一步 引起 心的痛 就是他心 不会进一步的难过 撑恨 和排斥 但是凡夫会怎样呢 你打完他之后 他会震一步 反击 会罵你 会引起内心的苦 所以佛陀就说 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 圣者 圣者 当他身上有苦的时候 有身苦 身体都苦臭 他不会进一步 引起 心理的苦臭 又辛苦 不会进一步 引起心的苦臭 可是呢 反复呢 反复呢 他有身的痛苦 进一步 他会进 还会引起 心的痛苦 所以佛陀就比喻了 就好像两支箭一样 两支箭一样 圣者只会中第一支箭 什么第一支箭呢 就是身上痛苦的箭 他不会有第二支箭 就是身上痛苦的箭 所以他的痛 他的苦 只会停留在肉体上 不会进一步 引起心理上的痛苦 但是凡夫呢 就不一样了 他身上痛苦之与 还会进一步 引起心里的痛苦 所以这一层呢 就会说到 就会回应到一开始所说的 这个无常的法则 不是 这个无常的法则 无论佛陀出生不出生 都是如此的 所以佛陀不是佛陀 或者任何人可以改变的 所以佛陀都会经历 这些生老病死 这些无常的痛苦 所以好像无常星所说的 他最终都会 最终都会 写他这个无常身 但是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他痛 身体的痛 只会停留在身体的痛 他不要进一步 引起心上的痛 所以说到这里 就会牵涉到两种裂盘 牵涉到两种裂盘 刚刚在群组那里 又有一个问题 又闻到这个 又闻到这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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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佛教的终极目的 裂盘 就讲到有两种裂盘 一种是有语裂盘 一种是无语裂盘 什么有语裂盘呢 有语裂盘就是 他烦怒 有语裂盘就是 当佛陀在菩提树下 当佛陀在菩提树下 正悟那一刻 当佛陀在菩提树下 正悟那一刻 他证到的就是有语裂盘 就是他的烦怒 他的烦怒当下 完全的失眠 所以他已经没有了 善得痛苦 所以你怎样骂他 你怎样指责他 他都不会感受到难过 感受到痛苦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这种烦怒 对于我这种执着 所以当下他正是正德又有语裂盘 就是他虽然烦怒完全熄灭 但是他还有五运 什么五运呢 就是我们身心的一种组合 因为这个身心 是过去的业力所带来的 所以这期的身心 是过去的烦怒所引起的 因为过去有烦怒 所以引起我今期的身心 所以虽然你当下烦怒断了 但是这期业力还没有断 你仍然有五运在这里 所以正到有怨烈盘的时候 虽然烦怒完全失去了 但是你还有五运 所以我们还会经历到甚至苦 但是当你真的正到五运一盘的时候 什么是五运一盘呢 就是这期生命 这期生命完结之后 你的五运消散开之后 就是正得五运一盘 那时候五运一盘的时候 就是正到五运一盘 当四个阿罗汉或者佛陀 正到五运一盘之后 这期生命的结束 他就不会再去流云生死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就真的完全脱离 生的苦和性的苦 所以五运一盘 脱离是性的苦 他就是生的苦 但是五运一盘之后 就是真正得到一个 生苦和性苦的完全脱离 完全脱离这个共识 就像刚才所说的 真是达到一个不食民 如何达到前面的苦集呢 就是要我们清楚的 认识到这个世间的一种真实的情况 以及引起我们轮回生死的那种原因 后面的灭同道就是说佛教修行的终极目的 终极目的是什么 以及如何达到终极目的的方法 关于达到这个终极目的方法就是这个八正道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八正道都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所以我就可能不一项一项地解释了 今天想说的是这个八正道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八正道的一个殊性 这个八正道在佛教修行的系统之中 一个殊性和特别之处 在初期佛教之中 大家对于修行的一种道、方法 大家接触比较多的应该是八正道 除此之外 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的法门 其实不止八正道 是的 三十七道分 大家听过三十七道分 就是由七个不同的修行 一种方式和方法组成的一套 初期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的一种子和 它就叫做三十七道分 当中包括什么呢 就是大家阿弥陀经常念不到的 刚才我都念不到 五根五粒七菩提粉八正道分 五根五粒七菩提粉八正道分 就是三四二五 三四二五七八 三四五五七八 三四五七八 没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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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三四呢 就是四真情 四念初跟四神主 而五是什么呢 五根五粒 然后七八呢 七爵子和八正道 这三十七道分之中 八正道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还有特殊的地方 在哪里呢 就是其实讲到佛教的整个 佛教的修行理论 佛教的修行理论 很简单的就是不外乎三学阶定徽 这三学阶定徽 就是达到最终裂盘目的的不阿法文 是一个很有刺帝 和很明确的一种方向 首先你必须有慈戒 慈戒就是什么呢 慈戒意思就是 规范我们预言和身体的一种行为 对于预言和身体行为的一种规范之后 因为我们规范我们预言和身体 因为身心是有着一种很密切关联的关系 当我们身体和预言不做一些 伤害他人伤害自己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将他们当我们所说的事 我们所做的行为 下下都会想到自己 想到他人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开始慢慢地 开始调伏了 慢慢可以 心比较平稳 和比较没那么波动 在这个心里我们进一步去修定 修定之后 在这个定的阶段 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修围 获得智慧 这个戒定位就是 佛教 宵学痴迪的不耳法文 是很刺地的 必须要接定它 但是这三十七刀品 这三十七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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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十七菩提粉 它 都有不同的着重 都有不同的着重 有些偏阶 偏定位 有些偏定 有些偏定 好像施神主 完全是说定的部分 修定的部分 有些就是强调修定和位的部分 但这八正道 就是正正 显示了整个消学痴迪的范围 简单来说 其实这三十七刀品 很多都没有包括阶的部分 都没有谈到阶的内容 更大部分就是谈到 怎样笑丁 怎样笑虚 都没有谈到 笑阶的部分 可能因为阶是一个很 很basic的部分 很basic的部分 没有进一步谈到 直接教你如何去修定 尽量智慧 但是这个八正道 它比较特别 和输成之处就是 它圆满包含了戒定会 就好像真见真思维 真见真思维就是 辉学的部分 正见正思维就是 维合的部分 跟着正欲正业正名就是 戒合的部分 跟着正正经就是 各种对于 就是 扣佛的那种努力 就是 戒定位都需要的 不是 持戒你要努力 持或者持定你要努力 是三种你都要精进 都要努力 所以它含泄 那条线就包括了三个部分 最后 正念正定的部分 就是在定学的部分 戒定位 因为戒定位是一个 遮定位是一个 一个刺帝 是一步步的刺帝 如果你要修围 你必须要有戒和定 如果你要达到定 你必须要持戒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刺帝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白症度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白症度的时候 它的刺帝是怎样的呢 是 以为 是 以为先 然后呢 接着呢 接着就戒 最后呢 定位 所以这样的刺帝 和一般的戒定位的刺帝 有些不同之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个八正道的特别之处和属性之处 其实很多时候八正道 在经典初期佛教经典 谈到一个八正道的时候 它通常都会和八邪道 八邪道做一个对应 比如毕丘 毕丘们由此八正道 哪八正道 就是正见到正定 同样的也有八邪道 什么是八邪道 就是邪见到邪定 所以它所表达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八个项目 这八个项目 其实每个人 获多获少都有的 这八个项目是每个人都规备的 只是 师父是正或者是斜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 你偏蓝色 你偏黄色 你偏红色 每个人每个人的见解 每个人每个人的一种对于事物形式的方式 然后因为你有这种对事物形式的方式 你思维也是偏黄色 偏蓝色 偏红色 偏红色 所以我们都有预言行为 我们都有身体行为 所以这八个项目 其实每个人每个人都有必备的 这八个项目都有每个人必备的 就是师父它是正或者是斜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斜的八个项目 转为正 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目的 所以它不是一种 这八正度的特别之处 其实它不是一种修行的次第 它是一种达到目标需要的一种component 所以当你可以转八个项目到正的时候 正确的时候 当你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见解 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意愿行为 正确的业的时候 那八正度就会变成 多两个十正度 多两个项目 哪两个项目呢 就是政治正解脱 后面就配一个政治正解脱 最后你可以得到一种 政治正解脱 就是解决的智慧 和最终得到解决了 就是一个八正度 一种八正度属性之处 所以 所以说的什么呢 其实这个八正度 它是一个 我们修行的方法 同样它都是我们 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为什么它是一种过程 都是一种终点 所以怎么说 你要怎么去检视 检视检测 检测 我们的修行 是不是真的有 on the right track 不是 咦 练在佛之后 感觉到 经络打通了 朱律祖特别有精神 或者 学在佛之后 奶奶对我好很多 或者老闆好像对我客气了很多 其实不是从这方面去检测 为什么检测 我们修行 是不是on the right track 是不是真的有 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就是我们这八个项目 是不是有建立 我们的见解 是不是有正确 我们的语言行为 说话是不是越来越有信 我们的身体行为 是否越来越 越来越 优雅 或者越来越 小伤害他人 或者你的身体行为 所做的都是对他人有帮助的 所以 成海道 所以你成海道之后 所达到的终极目的 就是具备这八个项目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 从此方向去行 以及去检测自己的修行 有没有这样的进步和努力 这个就是八正道的输性知识 我们可以去 用另一种方式去看八正道 它不一定是一种道路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有讲到 法商应舍 何况非法 佛陀佛经典讲到 佛陀所说的方法 就好像一个船 当你过河之后 船就可以掉下 但不是八正道 不是你成海道之后 八正道就会掉下 你说话就可以乱来 你的身体行为就可以乱来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收到之后 说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不是的 所以你走的路和你的终点 都是完全符合的 所以一个收到成功的人 他必须是要具备 这个八正道的一种行为 和component 就是今天这个八正道 想和大家分享的地方 好 今天其实是个人很惊讶 没有想到 这么早就可以完成今天的讲座 因为所谓见过鬼都怕黑了 因为第一场讲座的时候 我准备了很多PPT 谁知道第一场讲完后 先讲了一半 变成要加场讲第二场 要take two 然后 有这样的阴影 这场我本来的PPT是很多的 真的很多的 然后前一晚 临时真的剪了很多 我以为可以 一场就可以讲完 谁知道其实 差不多完结的时候看的时间 惨了 原来还有这么多 希望 不会是一个循环 下一场游会太多 所以其实是今天的 讲座的部分 完成我们可以留的时间 给Q&A 所以总结来说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关于这个 佛陀所说的出世间法 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学习和探讨一下 为什么佛陀会和我们讲出世间的法媒 为什么佛陀的努力不是在世间的经营 不在世间的一种 营造 为什么佛陀要放下世间的一切 去追求一个出世间的法媒 所以佛陀看到的是什么 佛陀的原因是什么 佛陀的动力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之后 可能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思维 是否有道理 是否真的这些世间的事物 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 还是真的它所带来的利益 并不如此 或者是 是否 当我们看到世间的不圆满之后 佛陀 佛陀的可贵之处就是 当他看到世间的不圆满之后 他提供另一条更美好的康庄大道 不是说世间 好不好 不就是停留 只是停留在一种 消极的状态 很多人说佛教说苦很消极 如果真的 如果他只是停留在 好不圆满 好苦 什么都空 无常 如果只是停留的阶段 是很消极的 很悲观的 但是佛教难得诸处就是 他不是停留在这层面 当你看到他不圆满之外 他提示了另一个更完美 更美好的康庄大道 还有难得诸处 他就提供了很多很直接的方法 提供了很直接的方法 所以不是就是打了你 然后没有给你另一套求生之路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难得诸处 所以今天这个裂盘解决论 主要是从四第的方式 跟大家显示一下 佛陀出世间 他的理由 和背后的动力和原因 之后他出世间的意义 为什么出世间 他的目的和他的方法是什么 好 最后 小时间我们来回应一下 大家的问题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想应该 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 他说佛教有说到有遇裂盘 无遇裂盘 无遇裂盘 和无住裂盘 他说到有三种裂盘 一个是有遇裂盘 一个是无遇裂盘 一个是无遇裂盘 一个是无住裂盘 就是住宅的住 住宅的住 住处的住 他就说这三种裂盘 是什么意思 那 相信刚才也有讲解到 有遇裂盘和无遇裂盘 的意思是什么 为什么要分为这两种不同的裂盘 就是有遇裂盘 就是 有遇裂盘 无遇裂盘 共同的地方 就是这两种裂盘的状态 都是烦恼 已经完全解脱的状态 差别就是 有遇裂盘 你烦恼 已经断尽的状态 底下 你还有无运 你还有一期生命 一期生命的延续 那无遇裂盘 就是一期生命 延续之后 就是完全脱落在轮回的状态 在初期佛教 阿咸经 或者列卡亚的这种教导之中 只有讲到这两种裂盘 就没有提到第三种无遇裂盘 第三种无遇裂盘 在大乘佛教才会有提及 我们关于这个无遇裂盘 我们就take notes 留在第三节 关于大乘佛法门 先进一步去讲 接着 第二个问题 是关于这个 一个个人善心的问题 关于个人善心的问题 是很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去参加一些善修营 去到亲自和善丝笑参和对谈 其实有这样的善修问题很好 为什么呢 就表示这位居士他平时有善修 他平时有善修 接着遇到一些问题 所以其实这样是一种很好的态度和方式 很多时候 用来参加善修营 真是去到善修营才善修 平时就不善修 就想着真是 可此处真 黑旗取证 那七天就要正果 就要达到目的 平时就大家平时就 又继续上班 平时就在修活 到善修营才是修行 其实这样的方式是 不太理想的 善修营 善修营难得之处是哪里呢 除开提供这样的环境 还有这样的空间 给大家修行之外 更难得之处 他就是有善修 来带领大家去修行 所以 所以有这样的难得 的情况 就是我们很应该平时 就多些去练习 更据这样的方法 方式去练习 有什么问题 就趁这个机会 很可惜去问禅师 如果不是的话 很多时候 大家平时没有去练习 没有去修行 去到禅修营才修行 见到禅师了 都不知道要问什么 因为为什么呢 前三天都在这里睡 问题也是很硬睡 脚很痛 所以你看到禅师 都不知道问什么问题 因为平时没有修行 就是那七天才开始修行 平时没有修行 那七天才开始修行 问题一定是很黑暗睡 腿很痛 腰很酸 我问你问他 都是这些问题 就算问完之后 禅师跟你说是怎么解决 你明白之后 回到家又不继续修行 第二期又来过 问题又是怎么样 又是同样 那禅师问你 有什么问题 又是这样 很硬睡 脚很痛 所以就 永远就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 所以 有这样的问题 其实很好的 表示外居士 平时有很好的 在家里有连转去修行 但是 又可以 好好的 去 依照 平时修行的那种经验 去通过这种密集的禅修 去问禅师 因为个月的问题 就算回答开之后 你进一步有问题 如何解决呢 所以通过这种密集禅修 就可以很直接的 一个问题 问禅师 然后调整 调整完之后 进一步问题再问禅师 7日或者3日或者7日的禅期 就可以好好把握和珍惜 所以如何好好把握和珍惜 7日的禅修呢 就是平时大家都要去禅修 所以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障碍 可以通过这个机会 去和禅师小餐去问 所以很多时候 不是到那7日才来把握 平时没有去珍惜 没有去联集 所以 所以关于禅师的问题 建议大家可以亲自去和禅师 做一个很直接的问答 然后就可以通过禅期 就可以马上调整 和去做practice 就可以去用 所以关于国有这个禅修的问题 就不在大众里回答 然后关于第四条问题 第四条问题是 法师可不可以帮我们读一读 首先其实背景上就是 公司打工就是老板 大家都是因为过去世的一些业力 或者一些一员博物 都不在一起 所以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些一员博物 什么时候才完呢 什么时候才是所谓的 上还结束呢 所以他的观念就是 和老板打工就是还债的 他问什么时候我们才知道 债可以还原 债还原之后可以辞职 辞职之后 就可以了绝开和上司的恩怨 清了些债 清了些债 我们就可以割不相干了 他就问 这样理解其实挺经典的 首先 这样的形式可能就是 代入一种我们所说的宿命论 宿命论就是觉得 这一世的事物完全是由过去世所决定的 我们过去世结开怨了 所以今世我们要来还债 或者去偿债 就可以有这种 好像过去已经决定了 今世我们的一种恩怨 或者什么 所以他有这样的问题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他和上司的相处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他现在很不开心地和上司相处 他想知何时才还原债 我想辞职 然后因缘就可以断了 其实这样的问题 可以再进一步 可以扩大的 扩大 不止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 所有关系都是 我们怎样去经营 或者去体代种种不同的关系 母子 夫妻 所以其实当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个关系出现问题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 为什么你和上司的关系 会搞得这么僵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在还债 是不是 我相信一定是有积可寻 有知可寻 没有理由 老板 就是无端端看你不顺眼 所以 白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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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他的原因 所以如果 你看不到的原因 如果你的原因在你身上 又是你的工作态度 或者你的做事方式 有不完美的地方 你看不到的话 你就以为是 你看不到 你不去改变 你就以为是 前一世积下来的债 你以后 转每份工 你都会和每一个 你都会不断还债 不断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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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关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自己那方面出现了问题 如果是的话 我们就要去全整自己方面的问题 所以会不会结怨 就是看你意识不意识到你的问题 进一步去做出改变 就看折下来 会不会结怨的问题 另一方面 如果这个问题 不是出注于你那方面的话 是上司 上司那方面的问题的话 如果是上司那方面 他的盲不讲理 他的自大自私 或者种种的问题的话 我们要做的就是 还在职的时候 做好你作为一位职员的责任 在职的时候 做一个职员的责任 首先第一 民生无愧 第二 无愧于你另他的身 另他的职 所以 如果你觉得 问题在对方那里 如果对方肯听的话 你就可以溝通一下 如果对方完全不肯听的话 你也可以真的选择离开 但是你的离开会不会结怨 会不会结怨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 你有没有好好处理你的离职 如果你真的好好处理离职 好好地好离好去 离职的时候 没有说出很难听的话 没有放下一些 一大堆收周市 给你的老闆执手 已经做好你的部分了 你的工作完全好 好完美地随着 然后好好地和你的老闆交通 辞职 做好你的部分 之余老闆 如果你还生气的话 那不是你的方面 是你老闆那种 得行的问题 那不是你可以犯到的地方 所以 总结来说 我们要怎样去做 首先第一步 就好像上一堂所说的 任何关题都好 发生了决裂 第一件事 我们先想 我们是否有 我们做得不完美的地方 如果是有的话 我们要改变 如果对方是有他人的话 他肯听 我们就去和我们交通一下 如果不肯听的话 我们就离去 我们可以适当地离去 因为之后他要生气 他不要生气 都不是你可以主宰 你可以主宰 可以去改变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部分 好 线上的问题已经完毕了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问题 嗯 嗯 你说父母 嗯 对吧 对吧 你说父母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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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想到 一个居士问的就是 当这个情况 放享 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以和上司的原则 可否可以套用到 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方面 首先 刚才说的原则就是 遇到任何的关系破裂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做的 就是先去 啊 检测一下自己 是不是有做得不愿命的地方 是不是有我们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愿命的地方 是不是有什么地方 我们做得更好的 如果那个情况是在别人那里的话 你都可以尝试和对方交通 尝试和对方交通 尝试和对方交通 希望尝试对方可以理解 如果对方缘于交通 缘于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做的 就 可以 抱住一个祝福 和 抱住一个祝福的心情 就不是埋怨 那么 那原则 你觉得套向父母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冲突 有没有冲突之处 嗯 嗯 好 其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法师有没有补充 你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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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补充 我提问 好 就是刚才法师提到 关于三方面 法证度的关系 是 又点到 法证度它们不一定是一个 程序前进 是 但是 我们也都可以试试 从程序前进去 对方 是 假设法证度是一个 程序前进的话 一开始 刚才提到 为何方面的正面 正思 才再分到戒口 对于修行来说 会有什么 看时 可以跟法证分析 嗯 其实 确实是这样 确实就如法师首先所说 其实 关于白证度 关于白证度 如何去看待白证度 以及三学的关系 确实有两种不同的诠释方式 其中一种是我刚才所说的 另一种就是以法师所说 其实都可以用次第的方式去看 我觉得这个方式是比较在汉串佛教里面 比较少人提 所以我今天就提这个方式 因为这个 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在西方的文献那里 看到的诠释方式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想跟大家提点一下 所以刚才就像法师所说 你如果用次第的方式去看都可以 为什么呢 这个次第的方式 为什么是以正定为最后的阶段呢 是不是说佛教修行的最后的目的 从正定以正定而结束呢 其实不是 所以最后 正如刚才所说 最后会加多两个 factor和 两个项目 就是政治和正解脱 所以前面 变成前面的正见 变成可以是一种 文师方面的一种学习 一开始我们可以从文师开始 可能我们不直接修行之前 我们多听闻佛法 多思维佛法 知道佛陀所说的教导是 有哪方面的教导 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去看世间的事物 直到之后 我们面对世间的事物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正思维 对待世间 我们从这方面去思维 以前我们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 要知道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目标我们要追求的 要做律师 医生等等 什么是我们要避免的 要避免 穷 或者什么 这种思维方式 学了佛之后 建立在真尖之后 我们可以和佛陀真尖的一种方式去思维 去看待世间 真尖真思维 之后我们进一步去持戒 就是从预言和身体方面去实现时间 最后到定 定之后到真知真解脱 都是一个方面来的 我们很多谢法师的提问 我们知道其实八正道都有两种不同的体代 和去处理的方式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问题 都差不多了 如果没有的话 好 今天的讲座到今天差不多了 所以今次的讲座和上次的讲座主要是 以初期佛教经典来喘息 所以这两场经典 我没有太多牵涉到大乘佛教思想 就是希望从固定开那个範围去看 从初期佛教思想去看四帝 去理解四帝 当然你从大乘境角度去看 和对待四帝的方式又不一样 但是我们就不会牵涉到大乘佛教思想方面 所以最后还有一场讲座到下一个月 就是处理关于菩萨道的方面 为什么最后修行 进一步会想去成佛呢 不只是目标 中间那层的目标很明确的 就是想达到涅盘 达到有预涅盘和没有预涅盘 但是去到最上那层的目标 就不是要达到涅盘 而是想成佛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目标的差别呢 为什么有这种不同目标的追求呢 就是想下一堂播 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和探讨 今天很高兴 在一个这么浪漫的日子 和大家一起分修佛法 到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向 希望今次 这种难得的因缘 学佛的一种难得的因缘 可以作为我们以后解脱烦恼的一种 因缘之一 和作为我们以后成佛道的支良之一 我们一起 法师念一句 大家跟着另一句 愿意似功德 愿意似功德 普及于一切 众生如我等 大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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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功夫